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多年 吕厚明抓拍的作品屡屡出彩 然而作为一个摄影师 吕厚明最大的愿望 是在自己设计的条件下 摆拍一张毛泽东的工作照片 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师 都是在不影响主席工作的情况下 随机抓拍照片的 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拍摄的照片 构图和光线 都难免留下遗憾 吕厚明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之后 曾多次鼓起勇气 向毛泽东和他身边的秘书建议 提出要为主席拍摄一张 自己布光的工作照 我说主席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要工作时间 我要拍照片 这提过的 也和卫士长讲过 那天正好 不是要见金日成吗 见金日成我就提前到主席那个 那个办公室那个附近 后来见了主席 主席很幽默地说 好久不见了 实际上就出去几天嘛 说了好久不见了握个手 完了说 你不是要拍我办公的照片 他说什么时候拍啊 我看看手表 主席也看看手表 我说现在能拍 现在就拍吧 那好 一至你 一至我 他就回到他的办公室 我说我到我住的房间去拿闪光灯去了 那天不是要到外面去长江嘛 我就没拿闪光灯 在房子里我也拿闪光灯 写唐诗的 他写完他也看我拍了 他说好了吧 完成任务了 走 接见客人去 在这儿 我完成任务 他也完成任务了 完了说走 咱们接见客人去 所以这样就去见客人了 这说明主席也有 也很照顾身边的人 这张摆拍的毛泽东的工作照片 无论是角度还是光线 都堪称完美 在中国广为发行 流传至今 吕厚明在满足了摆拍毛泽东的愿望之后 开始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 记录下了毛泽东既是一位伟人 同时又是一个慈父的平常人的一面 孩子对自己父亲也是 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 但机会不是太多 不是太多 因为主席夜间要办公 孩子是礼拜天礼拜六回去家 偶尔一块吃个饭 所以接触也不像平时咱们天天在一块住一块生活 他那个习惯不一样 到郊区去散步去西地而坐 也没说搬着沙发搬个椅子什么的 也没有 所以主席就坐在草地上了 休息 那是在玉泉山这边郊区 郊区也是礼拜天吧 那一块到那边去休息散步 毛泽东这小孩就在那拿里 抓了这个小兔子给主席那里看 所以我就拿着眼镜 照着让小孩和主席在一起生活 这种很少就偶尔就这么一次 所以熟悉了嘛 他就他也不管你照不照相的问题 他也不管 他是大概 我想他说既然 大概有这么一个机构 有这么人跟着一块 照着相 那习以为常了就 就没那么严肃 没那么紧张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多年 吕厚明为毛泽东拍下了近千张照片 而在吕厚明自己的相册中 珍藏着一张在他心中最珍贵的照片 那张照片是在华人堂的后院 那次也是接见好几个会议的代表 做记者不提前去了 代表都站好队了 大合影 后来因为我离开主席有一段时间了 主席和刘少奇和其他住得 从那个休息室走出来以后 因为我们在前面嘛 搞摄影都第一线 后来主席看到我拿着照相机过来以后 主席主动过来以后 伸出手握手 好久不见了 说最近到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讲了几句话 就马上就去 去找大合影去了 说明主席还是 对身边的人还是挺关心的 照片中 吕厚明斜跨的相机 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意外的惊喜 让吕厚明不知所措 毛泽东主动找自己握手 这对于一个在毛泽东身边 工作过的工作人员来说 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荣耀 而毛泽东对自己的鼓励 吕厚明多少年来 还是记忆有心 我从古巴回来以后 有一次又出去 到江西什么地方 一边散步一边聊天 然后我又把去古巴情况 又大概讲了一下 向主席一边走路一边汇报 因为回来以后给单位 给新华社写了一个内参 就是我出去的一些感受吧 后来我就重复重复 我那个写那个材料的内容 主席一边走一边听 等讲完以后 主席还说了一句幽默的话 吕厚明你还不错嘛 短小精干 请向主席一边转发